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4年3月21号,周四晚上的7点25分 今天的四大指数是分化,标普和纳指是高开低走 特别是纳指,回吐了盘中的绝大多数涨幅 今天道指的表现比较稳定,罗素是最为强势的 尽管也是从高点回吐了不少涨幅 但是今天的收盘价格仍旧是上涨超过1% 今天咱们节目的重点会讲到一些个股 包括像苹果是准备倒战上车 还有另外我的一个持仓股FDX 今天是暴涨,终于均值回归 另外像什么Lulu和耐克的糟糕的前瞻 股价大跌,它到底是陷阱还是机会 咱们一会儿都来详细讲一讲 在讲解个股之前,咱们还是简单的 把今天的经济数据直接的快速过一遍 首先是看一下初勤实验 从上周的20.9万是到了21万 低于预期的21.5万 四周平均值是从20.875万上升到了21.125万 那么上周的续勤实验人数是基本持平 是180.7万,低于预测的182万 另外的这个三月的费城联储的制造业指数 是意外的扩张到了3.2 和之前的5.2相比还是有所不及 但是是大幅高于预期的-2.3 商业状况预期的前景是非常强劲的 看这个值 从7.2是飙升到了38.6 资本支出也从12.7显著改善到了23.6 新订单从之前的-5.2恢复到小幅扩张的5.4 支付价格是从16.6下降到了3.7 这一系列的数据表明三月份价格只是小幅上涨 另外还有三月份的制造业的PMI PMI的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是存在着比较显著差异的 制造业的表现很强劲 PMI意外的是从52.2 就是预期的51.7升到了52.5 而服务业是不及预期 从52.3降到了51.7 另外美国二月的成屋销售年化 这个数值也是相当的爆棚 去到了438万套房子 这个值已经是属于2023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我们看到大幅的超出预测值 所以最近还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美国现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很多数据 是经常出来之后是大幅修正 比如说咱们看到的初寝失业的人数 这个是修正过的 这是它连续第20次修正了 20次向下修正 觉得这个数据夸不夸张 所以每一次感觉这个值 似乎和预测值和当时出的这个值 越来越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搞了这个非常的费解 希望在大选之后 这一切数据能重新回归正常 好 咱们今天直接就进入剩下的个股环节 和大家多讲一点个股 可能会大家帮助会比较大一点 今天咱们首先来说一下关于苹果 苹果这边今天是大幅独自下挫4% 和其他的一些权重相比 今天它表现的非常的糟糕 因为其他的很多权重 除了特斯拉跌了超过1%之外 其他几个涨跌各异 没有什么太大的动静 苹果这边为什么下跌呢 其实昨天就有消息传出来 是美国的司法部这边会去起诉苹果 那么今天也正式的看到了这份起诉的文件 这个司法部这边也是发了一个新闻稿 在他的官网上 根据官网的消息 美国司法部是与16名州和地区的总检察长 一起对于苹果公司提起民事的反垄断诉讼 指控其垄断或试图垄断智能手机市场 违反了谢尔曼法案的第二条 他们认为苹果的成功并不是源于卓越的产品 而是它排他性策略的结果 在这篇新闻稿里边写到 苹果公司的广泛的排他行为 使美国人较难更换智能手机 破坏了应用程序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并给开发者企业和消费者 带来了超出寻常的成本 总检察长们认为 苹果的反竞争行为 已经超越了iPhone和Apple Watch的硬件范畴 已经是延伸到了广告浏览器 还有新闻产品很多的领域 另外还说到 苹果在2023年的收入是3830亿美金 净利润是970亿美金 这个数字是超过了财富500强中的 任何的其他公司 以及100多个国家的GDP 这种成功并不是卓越的产品的结果 而是排他性策略的结果 就是说苹果获得的成功是主要来自于垄断 这份长达88页的起诉书 指控苹果 苹果的股价也是应声大跌 把之前这段时间反弹的成果 全部都是浪费掉了 富之东流 那么苹果现在的情况往下跌 咱们说如果这份起诉的减方获胜 或者最终是通过罚金的方式达成和解 苹果除了要出一笔血之外 更重要的是 未来的苹果生态 是不是会因为这个诉讼而发生改变 影响它长期的利润增长轨迹 因为咱们知道像这种大型的这种官司 这种诉讼打起来是旷日持久 不可能什么三五个月就有结果 打上几年都有可能 短期既然咱们看不到结果 那么咱们能看什么呢 只能去看一看现在的技术面和走势 那么苹果呢 今天的大跌之后 一口气来到了171块钱 171块钱这个地方呢 目前呢是增加了苹果下跌至166 及下方的概率 因为我认为呢 现在如果苹果跌破了168.5这个位置 那么它可能166这个范围 159这个范围可能是守不住的 还是有大概率会跌到155级下方的 那么从期权市场上是怎么压住的呢 接着到4月19号 今天收盘为止 市场压住 它在4月19号的月度期权结算前 上下波动大概是9块钱 也就是说呢 往下能到162块钱附近 如果能够实现 它会跌破168块钱的前期低点 也就是说168.5这个地方 它是守不住的 它会破位 它会破位 破位之后呢 后面大概率会看到155级下方的这个价格 那么这个地方到底能买还是不能买 现在有官司在身上了 我个人呢 由于对这个官司呢 目前的看法呢 是一个很中性的看法 因为时间会比较久 所以我认为暂时是影响它股价跌下去了 但是它如果跌到了144到155块钱 我的这个6%的加仓计划是不变的 我会 折击直接是加4%到6%去上车 我不会再去等了 因为这个地方 太久了 它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契机 一个窗口去下破的契机 跌下去之后 那么参考着它目前的前章估值的一个情况 我认为那个价格确实就不贵了 144到155或者145到155这个价格 确实就属于合理的合理的价格 就是说呢 完全已经把这个水分抛的差不多了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我个人会选择去倒战上车 我希望它能够快点破位 但是刚才也讲到了 未来一个月呢 大家可能也就压到了162块钱左右 所以苹果想上车 很有可能呢 还得等待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不着急啊 这个有这个机会总比没机会好 对吧 所以大家之前一直在问什么 优质股 加仓的机会在哪里 这不马上就到了吧 对吧 优质股票 加仓上车回调低多的机会 等着等着 就越来越近了啊 好 这是苹果 然后呢 再来说一下其他几只股票 有一只呢 是我的这个另外一个持仓股 FDX啊 FDX今天盘后是暴涨了13% 对于这么一只beta不是特别高的股票来讲 这个波动水平 其实已经算是很高了啊 也是比较的意外 意外在哪呢 它的这个成本控制的比较好啊 所以呢 整体上呢 直接是走了一个均值回归 去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价位 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它的这个财报的信息 FDX的整个第三财季的销售额是217亿 不及市场预期的220亿 那营收不达标对吧 但是呢 每股收益是3.86 高于预期的每股3.43 最主要的原因是成本控制超出了预期 也就是呢 这个支出更少 然后呢 所以利润率更高 这个呢 也是它的销售额连续第六个季度同比下降 但是也是营业利润率连续第三个季度同比改善 营业利润率现在大概是6%左右 同比增长一个百分点 高于华尔街预期的5.5% 它的CEO表示说呢 企业对企业就是工对工的交易量仍然比较疲软 但是电子商务的活动开始恢复正常 并再次增长 那么这个地方也透露出另外一个信息啊 像什么亚马逊这种 对吧 做电商的互联网的相关的股票 你要知道啊 因为他们的快递是其中的一个情绪表 他说电子商务开始这个恢复正常了 开始增长了 代表着那一并的股票 多多少少肯定会相应的是同样一个情况吧 对吧 它是同一个市场嘛 不可能说走出一个平行世界来啊 所以呢 大家可以关注像一些电商类的股票 亚马逊等等 他们在下一期财报或者最近的财务披露里边 有没有表述同样的这个信息啊 好 来看一下它的前瞻 前瞻呢 预计2024年台年的每股调整后的收益是 17.25到18.25之间 高于之前指引的17到18.5 那么中值呢 是高于华尔街预计的17.35 那么它的股价呢 实际上 今天是暴涨 但是主要还是一个均值回归的问题啊 因为之前的范围 其实还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今天涨到了接近300块钱 实际上是24年前章估值 5月份的大概275的上面一点点 和高位其实差的还挺远 这只股票呢 我也持有了特别长的时间 目前6%的一个持仓 持仓成本是200 21.2 想加仓的位置呢 这个地方没加上啊 之前说有一点点可惜 因为只跌到了233块钱 它就只跌了 然后就直接就上去了 那这种情况没办法 没加到就没加到 现在我也不去追它 然后呢 让它继续这么去走啊 因为有持仓 这个也是一种挺舒服的一种走势 未来呢 再去跟着它业绩的调整 或者股价的回彩的情况 再去调整这个加仓的位置 好吧 所以这个地方 我的位置暂时就不动了 未来这个地方 大概率可能是买不到了啊 就是218到232这个地方 回头我再进行更新 那么从现在的3月 就是9到22倍的 它的历史波动水平来看呢 到25年5月 后面这个地方 是25年5月 198到463 331的中位价格 所以呢 它还是有想象空间的 而且它从技术面上来看 上方突破300之后 它将毫无疑问的 会直接去走一个前期高点出来啊 就打一个历史新高出来 会往上去走 而且这个大的跳空缺口 说实话 它是一口气把它两个全部吃掉了 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技术面的走势 也代表着呢 未来它很有可能会维持在这个缺口上方 暂时很难去看到 这个缺口的回踩机会 好 这个股票呢 暂时就是持有为主呢 就不再去动它了 好 再讲一下另外一只股票 这个Lulu 这只股票不是我的持仓股 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持仓 所以拿出来和大家讲一下 还是一样先看一下 它的财务基本面的信息 它是第四财季的财报 营收是32亿 符合预期 同店销售 同比增长12% 连续14个季度 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每股收益是5.29 高于市场预期的 每股是5美元 毛利率提高了4.3个百分点 其实第四财季的财报 表现的非常不错 对吧 如果正常来讲的话 前瞻如果是给个持平的前瞻 或者一个上调指引的前瞻 它的股价应该是大涨才对 而不应该是大跌 为什么盘后还是大跌了呢 因为这个前瞻 前瞻给的特别的糟糕 预计全年贪薄后的 每股收益是14到14.2之间 低于市场预期的14.33 预计全年净收入是107到108亿之间 低于预期的109 市场通常都是在炒一个预期 股价有追踪的估值 就是你基于过去历史12个月的 追踪估值的水平 也有这个前瞻估值 但是我们说市场的一般反映的股价 都是未来6到12个月的 这个价格走势的 大家的预期情况 认为它是会越来越好了 还是会充满了这个挑战 像它这种前瞻 一般来讲 如果达不到市场的预期的情况下 股价回调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但是它今天这个价格呢 跌的说实话有点多啊 一口气跌了11% 那么它调整完了之后 我给大家更新了一下 25年1月的前瞻估值的情况是 417到726 但是大家看一下 它的PE的历史波动是非常高的啊 是非常高的 我建议呢 大家按照中卫去计算它 会比较的合理 也就是417到570亿 会比较的合理 你不能按照最高的去估 因为它现在增速只有百分之十几 两万数的一个增速嘛 所以呢 这只股票跌的有点多 而且今天跌到了425 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走势是 它跌破了450块钱的一个中等支撑 一口气就跌穿了 这个地方跌破之后 技术性是走弱的 但是它风险大不大呢 现在还没有完全爆发风险 大家要看413到437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看 因为它是前章估值下限 417的下限的位置 413 这个地方要关注一下 它能不能止跌啊 如果不能止跌 代表着市场的 对它的信心 就是一个六个月的信心 或者一年的信心呢 有所缺失 跌破413 它的技术性风险就会放大 直接会跌到390块钱级下方 那就跌到下方的357到384 那么这个地方 你就不能还去杀跌了啊 这个地方你再去杀跌了 就很可惜了 好吧 给大家提前说一声 357到384 如果有机会跌到这儿的话 这是一个远期买点 这不是一个杀跌的位置 这个地方暂时呢 413437是一个中性博弈水平 看看它能不能守住估值下限 不跌破就行 不跌破 这是一个短期阶段性的 一个小底部 跌破之后呢 你没办法 你要么就止损 要么你仓位分配 上方有一部分 下方有一部分 然后呢 把你的仓位均值 这个持仓成本价 放到中间的 大概400块钱附近 那问题也不大 因为你是按照估值去推算的话 到26年的话 你这个价格基本上也套不到人啊 所以你这么去思考就好了 好 这是Lulu 然后呢 再看一下耐克 耐克也是大家比较持仓多的股票 耐克今天的股价也是表现不佳啊 盘后 它是走了一个过餐车 本来财宝刚出来的时候还涨了 后来呢 电话会议之后就开始暴跌 发生什么了呢 收入呢 是124亿 好于预期的123亿 与一年前相比的是这个持平啊 同比持平 我就打错字了啊 比每持平是同比持平 2024财年剩余时间的指引保持不变 就是前瞻没动 公司重申了 它收入会同比增长1% 就是24的财年 调整后的每股收益是98美分 高于普遍预期的75美分 但是呢 98美分的业绩 没有考虑到每股21美分的重组费用 这个重组呢 主要是反映了2月份的当时 裁员1600个工作岗位 产生的这个遣散费 如果减掉这21 那和市场预期的75美分呢 也差不了多少啊 就是77美分 高出这个2美分而已 好 最主要的问题呢 是今天在电话会议上的这个前瞻 给的是比较悲观的啊 这个是严多必失啊 这个CEO 罚款 耐克的管理层呢 向投资者介绍了 他2025年5月的前瞻的财年 前景之后呢 股票开始下街 扭转了公司好预期的业绩 发布后的之前的一些涨幅 公司说呢 相信收入和盈利将比2024年有所增长 这个指的是2025年5月财年啊 2025年的5月财年 但上半年将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销售额同比下降低个位数百分比 CEO表示说呢 这个反映了我们关键产品系列 生命周期管理的短期阻力 以及全球宏观经济前景的疲软 就这么一句话 导致呢今天的股价一口气是跌了6%左右 所以呢这个没办法 但是从管理层上来讲呢 重要的信息是要披露的啊 因为你不披露 最终的结果财报出了不好 那个时候是有麻烦的 所以还不如提前披露 提前披露如果他能够 这个更好的管理和运营 说不定到时候给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好预期的这个财报出来 在下个季度也说不定啊 好 那么目前呢耐克的情况是 在fact set上面38名分析师里边 有60%的分析师是看好耐克 平均目标价是118.92美金 我对于耐克的看法呢 也是现在它的价格是属于低估情况啊 24年5月的前年估值 今天更新之后是100到126 25年5月是117到147 所以耐克呢 今天的问题是跌破了96的强支撑水平啊 盘后跌破的 除非明天盘前 明天的盘前才把它收回去 那就不算啊 现在的盘后看上去是跌破的 看看明天这个缺口 盘前的时候 它能不能又涨回去 这个要到明天才知道 如果假设它跌破了96 明天 大家关注82到90 这个地方是一个长线机会 82到90的长线机会 就是现在94下方 再往下跌一步 82到90只跌的长线机会 因为这个从长线来看 也是一个低估 且位于强支撑水平的一个长线的买点 最大的问题仍旧是它的 这个 这个PE的历史波动的情况 也是属于比较高的 它和Lulu是非常类似的 都属于非常高的历史PE波动 基本上就没有低过 一直就这么高 你要说它凭什么它这么高 那我也不知道 对吧 它就是这么高 因为历史就这么走的 市场就这么定价的 就跟那个 那个Costco一样 它就是这么高 没辙呀 大家觉得它好 觉得它稳定呗 不想这个大资金 不想就随意就把盘子抛掉了 所以一直都维持在高位 所以呢 连续两年16和17的一个增速 说不上慢 它其实呢 平均来讲 算上来讲 比标普的 SPY SPX的增速还要快一些 所以这个机会 80到90 喜欢消费类股票 更稳定的中长线 价值投资股票的朋友呢 要关注一下 你就这么去思考 看看我持仓的FDX 你就知道了 大概就这么个概念 有逆风 有逆势 但是当它均值回归的时候 起来其实也非常快 好 这个呢 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 关于市场的一些个股的解读 大盘今天呢 就不多说了啊 没什么可讲的 都是属于酱油行情 我一直的关注的 就是刚才原来 大家一直在跟踪的这个 IWM罗素啊 在过去的两天 讲完之后呢 已经连续上涨了两个交易日 眼看着要突破208了 如果没看过这期节目呢 回去大家翻看一下 应该是在两天之前讲的 好 这个呢 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大家千万别忘了点赞啊 因为一不提醒呢 大家有时候看完之后 随时就关掉了 感谢大家用发财的小手兜兜的 点赞评论转发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 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